大家好,欢迎来到阅读书频道。 今天,我们继续共读冥想大师迈克尔《辛格的清醒的火》。 上一节我们说到,人的内心其实充满能量, 但是很多人由于封闭内心,失去了对这些能量的控制。 因此,作者辛格指出,只有放下对内心的防护, 才能慢慢掌握内在的能量。 那么,在这一节中,我们来聊聊另外一个话题, 如何破除内心的执念? 生活中每个人都有执念。 就像一个人逛动物园,看到有小动物被灌在笼子里, 心里可能会觉得,动物好可怜,失去了自由。 可是,站在小动物的角度来说, 它被人类饲养,逃过了被大自然淘汰的危机, 还有人用笼子把它保护起来,每天喂给它食物。 这样看,似乎也并不能用可怜来形容。 事实上,这也是大部分人内心的矛盾。 我们总希望自己是自由的,无拘无束的,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。 但是遇到问题或者困难的时候, 又希望能有一个笼子的出现, 让自己不用面对外面的风风雨雨。 这些执念,有时候是升至加薪,得到其他人的认可。 有时候是想比身边人过得好, 苛求自己事事完美。 还有时候,是哪些早就不在同路的人, 早该翻过去的事。 很多时候,正是有这些执念, 人才容易自怨自艾, 觉得过生活很累, 让人疲惫,陷入产生执念, 自我捆绑,执念加深的恶性循环。 对于这个问题, 辛格说得很直白, 要么现在就放手, 要么坠入深渊。 因为在他看来, 执念其实就来自人的内心。 佛家也把执念叫做我执, 本质上它是随自我而存在的, 只有通过自己, 通过内心才能彻底化解。 如果一个人无法放下这些执念, 不是他不能, 而是他不愿。 说到这里, 也许有人会问, 我明明是被各种执念困扰, 非常痛苦, 怎么能说我不愿放下执念呢? 辛格指出, 这是因为恐惧。 恐惧是生活中最常见, 同时也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情感。 生活中处处有恐惧, 大多数人面对恐惧的态度, 是保持恐惧并不断躲避。 这么做听起来很安全, 但久而久之, 恐惧就会催生人的不安全感和软弱感。 当人们试图不被恐惧影响, 就会不可避免地与生活对抗, 认为其他人没有按照他们应该的方式行事, 事情也没有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展开, 生活开始变得失控, 进而产生某种执念。 下面我们来看个例子, 有个年轻人刚进入工作岗位两年多, 时间不长, 但适应得很快, 各项业务都掌握了, 业绩也很不错。 但是这时候, 部门来了一个新人, 学习能力比他更强, 很快受到了大家的喜欢。 年轻人觉得, 使新人抢走了自己的风头, 慢慢变得不自信, 业绩有所下滑。 后来新人的业绩果然超过了年轻人, 让他很苦恼。 无奈之下, 他向上司提出调换部门, 原因是, 部门已经有了新人这样的生力军, 自己也做不出更好的业绩了。 谁知这时候, 上司的一句话点醒了他, 为什么你会觉得新人是来跟你竞争的呢? 你们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搭档啊。 这个时候, 年轻人才突然发现, 从新人一进部门, 自己就下意识把对方当成了竞争者。 看到新人成长很顺利, 他又觉得对自己造成了威胁, 让自己业绩下滑了。 这就是恐惧的作用, 想要躲避恐惧的人, 会发现恐惧无穷无尽。 年轻人明明可以和新人进行合作, 却害怕被对方抢了风头, 把对方摆在了对立面, 把事物不符合自己认知的部分看作不合理, 自然会觉得生活是一场战斗。 这些执念的最终的结果, 就是让人单纯以功利化的输和赢去定义生活, 他们判断事物的标准, 也会随着这个定义而变化。 那么对此, 作者辛格认为, 在面对生活的挑战, 经受执念时, 不抗争, 不做选择, 其实也是一种选择。 但它不是让人消极或躺平, 而是提醒人们, 生活本来就不受我们控制。 如果谁想要控制生活, 即使是一件最微小的事情, 都会让人无法充分地活着, 只能与恐惧和执念为伍。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生活感到如此焦虑, 如此忧心忡忡, 他们的脑海里总是会出现那些令人困扰的对话, 以及那些不想看到的情况。 大多数时候, 他们不是在试图阻止事情发生, 就是在因为这些事情已经发生后, 拼命思考对策。 当他们与生活展开斗争, 这就会让天敌万物成为生命中最可怕的东西。 所以对于恐惧, 每个人都要学会放手, 学会接受生活不受控制, 不断变化的样子。 举例来说, 就像某个孩子在学校做了一件措施, 内心非常烦恼和不安, 他会花费很长的时间去考虑如何掩盖这件事, 如何避免让父母知道这件事, 如何消除这件事带来的影响。 可当孩子回到家后, 发现家人已经知道这件事。 孩子被教训了一顿, 但在此之后, 事情并没有他想象中那样糟糕, 他的生活还在继续, 他恐惧的结果也是可以接受的。 在这个过程中, 最糟糕, 最难熬的时间, 反而是他掩盖问题, 为此纠结的过程。 当问题真正发生后, 他反而没有那么痛苦了。 为此, 心格建议, 每个人在生活中, 都要掌握向上看的技巧。 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, 永远都朝前看, 不断开辟生活的新旅途。 如果我们总是盯着眼前的问题, 看着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, 只会觉得每分每秒都是煎熬。 但是如果我们超脱当下, 把目光放到将来, 回过头来看自己, 转换一下视角, 就会发现, 很多困扰自己的事物, 只是人生中的一段体验。 比如, 很多人在学生时代, 觉得上学实在是太辛苦了, 考试的压力很重, 家长的管输很严格, 学校老师的要求也特别多, 身处其中, 一切都那样难熬, 每个人都恨不得早早地毕业, 早早地进入社会。 但是, 当我们真的进入了社会, 再回过头看学生时代, 就会发现, 那时候的求学时光很美好, 大家都充满青春活力, 每天都不用为升级发愁, 内心总是感到很充实。 这就是我们看待生活的不同态度, 除此之外, 很多人对执念不肯放手, 是因为他们受过伤害, 好比别人在他们的胳膊上扎了一根刺, 扎得很深, 一时间拔不出来, 一碰就疼。 一般情况下, 人们会有两种选择, 一种是自我保护, 这个刺让人感觉很痛,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碰它, 也不要让别人碰。 第二种则是, 长痛不如短痛, 以把将刺拔掉, 以后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。 如果认真考虑, 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做第二种选择, 一次性的疼痛, 永久地把这根刺拔掉。 但实际情况是, 大部分人选择了第一种, 不再去碰那根刺, 也不让别人去碰。 举例来说, 一个女孩恋爱了, 但很不幸地, 遇上一个不忠诚的男友, 分手后, 她对爱情的第一感觉, 多半是伤心失望, 觉得短时间内, 不想再投入一段新的恋情, 甚至对自己和对男性都产生了怀疑。 这其实就是给自己埋下的一根刺。 可以想象, 在她以后的生活中, 也许一谈恋爱, 或者接触到其他男性, 就忍不住和自己的初恋做比较。 而每次比较, 就是一次去触碰那根刺, 让自己心态失衡。 如果我们仔细一想, 就会发现, 人在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次, 那些错过的人, 失败的事, 痛苦的经历等等。 如果无法真正释怀, 他们总是会再不经意间出来, 给人带来很多痛苦。 时间长了, 一个人人的内心, 行动就被限制了, 不敢和别人离得太近, 不愿和别人建立太亲密的关系, 因为害怕再被碰到心中的刺。 这样一来, 一个人就被内心脆弱的地方主宰了人生, 没法自轻松地生活在世界上。 那碰到这种情况, 应该怎么在内心中拔刺呢? 辛格指出, 拔刺的过程其实并不难, 难的是意识到自己有拔刺的能力。 具体来说, 我们需要适当地关注内心, 但同时要学会抽离。 我们还是用刚才的例子, 一个女孩子在初恋中被男友背叛, 一直无法释怀, 如果有一天, 她偶然间遇见了初恋男友, 要怎么拔出这根刺呢? 这个时候, 也许她很快又回到当年的痛苦中, 甚至想要逃离, 不管对方眼不见为净。 但如果要拔刺, 这个时候, 其实不能想着逃跑, 而是要专注内心的感受。 尽管很痛苦, 也要暂时地接纳和忍受。 然后在内心问自己, 是谁在痛苦呢? 又是谁让我感受痛苦呢? 是前男友吗? 似乎不是, 他们之间已经很久不联系了。 这个时候, 女孩会意识到, 最初的痛苦似乎是初恋男友给予的, 但后来的痛苦, 和初恋男友并没有关系, 而是她自己带来的, 她一直把自己当作那个初恋的小女孩, 没有走出来。 意识到这一点, 女孩就会发现, 自己已经不再是当初的孩子了, 应该可以释怀了。 所以, 拔刺的真正方法, 就是发现自我的方法。 当我们不再为当初的自己而痛苦, 下定决心选择放手, 那些刺自然也就消失了。 好了, 以上就是本节的全部内容了。 下一节, 我们将来说说, 如何为心灵窃取自由, 让我们下节不见不散。